大家好,歡迎收看《螢幕八爪魚》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們新時代傳媒集團 將會在山地舉辦明月光彼賀中秋的音樂晚宴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 今天我們有幸可以跟光B做個電話訪問 讓大家網媒指揮 不過大家放心,我們今天請來的不是AI韻光 而是真人韻光的靚聲架道 Hello韻光大哥 今天很開心可以和你聊聊天 大家對你的歌都異熟能長 但大家都想了解你多一點 例如為什麼當初你會被人叫做妙街歌王 以及為什麼一開始會唱粗口下音歌 當年由七四年開始 我有一隻十四座唱碟 一直在妙街 從街頭播到街尾 人們因為要消量好 經常播我的十四座 賣得好 人們就叫我妙街歌王 如果你問我是不是不說粗口 但你唱歌又有鞋音 沒有辦法 你為了生活 老闆出一隻歌 是有點踩一屆的 但不是正式粗口 我為了賺錢 我就照唱 原來是這樣 不過最後大家都喜歡你夠貼地 我想問一下你覺得自己這幾十年來的歌手生涯 有沒有什麼轉變呢 就是歌路不同 七零年我就唱國語歌 從七四年開始就唱一語流行曲 然後九幾年又是rap歌 到現在就有D.michelle 年輕的歌 還有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個你覺得最難忘的經歷呢 有一次我很幸運 張耀榮先生 他是演唱會之父 九一年 有某歌手剩下三場 張耀榮先生就叫我上去唱 當他叫我唱 他就沒有賣廣告 很不理想 當時萬二位 賣得幾百 我就說不唱 他說不要緊 你照唱 到現場的時候排長龍 原本是八點開始唱的 那些票賣賣到九點 賣到七八千票這麼多 這個真的破了紀錄 哇 當年你真的創造了一個紅館的奇跡 那最近AI韻光就很紅 那你自己又覺得 AI韻光唱歌厲害點 還是你自己唱歌厲害點 當然我自己厲害點 不過有了AI又好 又歡樂多了 那些人聽聽 韻光是這樣唱 AI是這樣唱 我的感受就是很開心 很感謝AI 那你自己對於打入了 七七五強有甚麼感受呢 那你對光B這個稱呼 又有甚麼感受呢 當然很開心 七七你不要說入五強 就算入到二十強 我已經很開心了 我真的想不到 搞到我入五強 哇 開心又睡不著 現在很多年輕人 看到我 光B 光B 我到任何地方唱 大家一起叫光B 你說我多開心呢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繼續支持你 那你接下來會有甚麼新的計劃呢 接下來這個九月 就要去加拿大巡迴演唱 三個大城市 溫哥華 Caroli 多倫多 這裡全部的地方 我都去過 觀眾是很開心的 幸好這次呢 我又帶很多新歌 特別有些Dear myself 和以前未唱的歌 帶給他們 大家記得捧個場下不見不散 真的很期待你帶來新作品 來到加拿大和大家見面 今天很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遲些再見 再見 大家記得去我們的官網 留意著明月光B 何中秋的音樂晚宴 闊別了五年 Sunshine Nation又回來了 讓我帶大家去看面試日當日的實況 今年我們的面試場地很華麗 音響、燈光都是無敵 參賽者入到中央舞台進行面試 個個都很有信心 好Sunshine 除了要準備一首自選歌曲 還要接受三位評判的提問和挑戰 就算叫他們即時freestyle跳舞 都完全沒問題 他們個個都各具特色 所以評判也挺頭痛 最後終於選擇了八位入圍者 想知道他們是誰 密切留意我們官方網站的公布日期 看完這麼多有才華的新一代歌手 就在Sunshine Nation的面試發光發亮 真的很令人振奮 我們現在將目光轉向另一個精彩活動 和大家一起去回顧一下 這個以燕窩做主題的活動 當日的精彩場面 和大家了解多些關於燕窩的奧秘 上星期三 Downtown的一間酒店 舉辦了一場和燕窩有關的豪華盛宴 場面熱鬧非凡 就連場地設計都盡顯精緻優雅 和《預燕明宴》這個主題相影成輝 我們邀請了溫哥華很多相對來講 較高端的人士 很多熱愛生活熱愛健康 追求高質量生活和高質量食材的人 來到這個現場 希望他們能 第一能夠品評我們鮮燉燕窩 包括口感和味道 同時也是推崇一種積極的 向上的健康的陽光的生活方式 活動期間 賓客可以響用到主辦方 自家出品的各種燕窩精選產品 同時也有機會深入了解燕窩的文化 和對健康的益處 無論是樽裝燕窩還是燕棧 他們都是以最高品質的材料製作 首先燕窩本身就是高級滋補品 這個肯定是沒有錯的 燕窩它不像是我們的米飯和牛奶 不是說每天要吃 其實吃燕窩更多的 我們是想推崇和主張一種 愛自己 愛健康 擁有美麗生活的生活方式 那麼今天我們的燕窩 不是普通的燕窩 是食封糖鮮燉燕窩 它是有馬來西亞配方 然後有著特殊的口感 同時你每次吃的時候 是有那麼一點點甜的 所以是很健康 但是又很方便 燕窩的產地分佈於東南亞地區 不同的產地 口感也有不同 而說到燕窩的種類 Lillian還分享了很多有趣的資訊 原來燕窩有冠燕、無燕、血燕等多種類 顏色從白色到黃色都有不同的意思 它們的產品全部都是經過嚴格的品質控制 確保食的每一口都是天然和安全 我們已經是叫鮮燉燕窩了 所以在營養價值上沒有什麼差別 燕窩的好壞的區分 只取決於你是用什麼級別的燕窩去做的 那麼我們的食封糖鮮燕窩 是用5A級肝燕窩去泡發燉煮而成的 那麼在營養價值上是非常高的 並且我們也通過了一個測試 就是我們的燕窩酸的含量和水平 其實是高於標準要求的好多倍的 比方說你們肯定人們們肯定都是想去想 怎麼去分辨高質量的好的燕窩對不對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強調一點 我們特別特殊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燕窩不是普通的 你用勺子吃的燕窩 我們的燕窩是用叉子吃的燕窩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的固體物含量非常高 所以我們的燕窩你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它是可以用叉子把它叉起來的 就證明燕窩的質量是非常高的 這是一個判斷是不是用好燕窩來泡發 不是用那些邊邊角角碎碎來做的一個重要的標準 其實自古就有很多人食用燕窩 更成為宮廷真品 聽說唐朝女皇帝武則天都是食燕窩養顏的 而近年燕窩也越來越普及 不少人都視它為保健食品 特別對初生嬰兒、小朋友和產後婦女 都有極大的益效 整個活動都真的令人眼界大開 除了可以品嘗到頂級燕窩之外 還可以學到很多有關燕窩的知識 我們這個活動大概一年會搞一到兩次 因為搞一次這個活動也很不容易 而且我們也希望能精心籌備 讓大家來了以後能開心滿意 所以我覺得活動不再多 而在於質量能給大家帶來極致的體驗 就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期待他們未來會有更多類似的活動帶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新鮮的三文魚 又或者想熱鬧地慶祝國慶的話 那就不要坐過2024年的 Stevenson Salmon Festival 這個節日將會在7月1日 在Stevenson Village舉行 是一個超過8萬人參與的聖大慶典 除了有國慶遊行、招牌燒三文魚大餐 演唱音樂和一系列的展覽和工作坊 等你來體驗 到時記得帶來你的家人朋友 一齊來享受下日的快樂和美食 看完Stevenson Salmon Festival的精彩預告 真的令人很期待這個盛事 現在我們先轉一轉話題 請來註冊護士兼安康健康網絡首席狐理主人 Barbara 跟我們講解一下 今年安康健康網絡 網上中文健康講座的詳情 Hello Barbara 你好 Hello主持人 你好 首先想問你 今年的安康健康網絡 網上中文健康講座的主題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大家需要關注這個主題 今年的題目就是全面了解衰弱症 我們希望加強公眾對衰弱症的認知 以及應對方法 因為在加拿大做過一個統計 在2020年有160萬超過65歲的人 是有衰弱症的 是在家裡住的 也有300多萬的照顧者要照顧他們 估計到2030年的時候 就會有250萬的人 超過65歲的長者 是會有衰弱症的 所以這個問題 是成為一個很大的社會負擔 家人的負擔 醫療的負擔 各樣東西的 我們希望做這個講座可以增加大家的知識 知道如何應對 如何預防 一般來說 自然正常的腦化 就不至於影響個人的生活能力 但是一旦到出現 影響到生活的能力的時候 就變了病痛多了 跌倒的機會多了 住院率又高了 死亡率也相對較高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參加我們 即將來臨在6月24日 上午9點半到12點半 太平洋的時間 做的全面了解 衰弱症這個講座 這個講座是主要以廣東話進行 也有國語和英語的職場翻譯的 整個活動都是免費 希望大家積極的參加 這個主題真的很重要 特別是現今社會 我們的觀眾中 很多都是家裡有長者 這個講座一定對他們很有幫助 多謝你的詳細介紹 Barbara 大家記得去安康的Facebook page 和網站 瀏覽更多有關於今次講座的資訊 和免費觀看講座的內容 今次和Barbara聊天 真的提醒了我們 保持健康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而正確的知識 就是我們最好的工具 Cynthia 等等你會有什麼精彩的內容 帶給大家 沒錯 精彩內容當然不少 稍後回來 會有那些年 這些歌 正選歌曲大賽 7號和8號參賽者 和大家聊聊 還有結合科技和藝術的 色彩光影展 廣告回來繼續 螢幕八爪魚 大家好期待的那些年這四個 正選歌曲大賽第二季 一場精彩的大型音樂比賽即將上演 十位參賽者將會爭奪冠軍薯榮 大家演唱那些年 陪著你一起成長的經典歌曲 年輕的有青春有活力 成熟的有魄力 有人生樂力 冠軍只得一個 想知道誰可以最終登上寶座 那些年這些歌 精選歌曲大賽第二季 滿票驗證公開發售 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eeingcontest.ca 查詢球票詳情 今個星期 輪到我們邀請7號和8號參賽者 聽聽他們的音樂故事 我叫Danny 盧國拳 今年81歲 是退休人士 我從小就喜歡唱歌 當時聽阿三姬 有個唱片騎士叫陳淫 他經常介紹流行曲 我說聽很舒服 很舒服 我喜歡聽一些抒情歌 他經常介紹抒情歌 自己喜歡唱 就有空就有空就有空 當時那時候 有很多糧巢 有些點歌機 聽一下又點一下唱 越來越喜歡唱歌 接著有卡拉OK出現 我更加開心 跟朋友去玩 很開心 最喜歡人 我想是許冠傑 我挺喜歡他的歌 好像《狼之心聲》 他命裡有時終須有 無事而莫強求 說得挺好 我挺喜歡 為何我會參加這次比賽 因為兒女 他們說你唱歌不錯 不如參加玩一下 我便順著他們的意 參加這次比賽 唱歌帶給我很開心 要是跟朋友一起玩 圍舊客 一整班VV娃娃的一天 大家好 我是郭文希Alphys 今年48歲 我從事IT方面的工作 我四五歲便開始喜歡唱歌 當時因為家中 上上下下 爺、媽媽、爸媽 全部都在播歌或唱歌 直至五六歲 真的覺得知道自己喜歡唱歌 就是因為我們要搭校車上學 上學 都差不多搭校車搭整個小時才到 有什麼做呢 其實剛好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 都是喜歡唱歌的 自然全程我們在唱很多不同的歌 譬如我們五六歲已經唱 愛情陷阱 由頭唱到尾的那隻碟 很開心 亦都很快地過了那段時間 開始真的意識到自己喜歡唱歌 因為工作關係 其實我都經常需要駕駛 所以我會在車上鍛鍊歌 車上 你想怎樣喊 怎樣唱 唱什麼歌 都是隨你駕主意 可以不斷鍛鍊某些歌 或者唱某些歌 唱到瘋狂 都不會有人理你 都沒有人投訴 我的偶像就是譚詠麟 譚校長 這次不過就沒有選擇他的歌參賽 因為擔心演繹不到一個 他這麼臨離盡致的程度 反過來 其實我這次想選擇一些女生唱的歌 用男聲去演繹 我覺得選擇女生的歌 其實如果我們用男聲演繹 是可以換而一身 讓聽眾再重新感受這首歌的 另一個感覺 我為了這次的比賽 我想會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特別是聲帶喉嚨的健康 希望以最佳狀態 到時和其他參賽者一決高下 老不老以及人之老 這句話說的是敲道 更是屬於大家的社會責任 加拿大中文電台 旗揮會直播籌款大行動 就召集了一班DJ 為社區的老人家出一分力 加拿大中文電台 和CareFirst旗揮會的直播籌款大行動 在6月6日上午7時到下午6時 全日11小時無間斷直播 今次的籌款目的 是為了幫助旗揮會籌建 Campus of Care 以及長者服務 長期院社服務 社區支援和醫療護理中心等等 為社區建立一個關愛的社會 這麼有意義 當然全台DJ一起出動 今次我們的籌款 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因為我們每年四次捐款 以前的籌款 都是和一些醫院合作 今次是第一次和華人的慈善團體合作 所以今次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第二件事 我更加要多謝今次 我們有個慈善麥巴 請到本地的歌唱老師 和我們做評判 還有一件事 他自己特地把他今天那副身家 捐出來 從陽光早晨到風繼續吹 每個時段 都有旗揮會的職員 受惠長者和他們的家人 接受訪問 分享他們的故事 DJ也在各節節目時段 為聽眾準備驚喜 務求籌集更多的善款 我們今次很開心 為到旗揮會進行 11小時馬拉松的直播籌款日 今天的活動真是很成功 也得到很多觀眾 以及很多聽眾的支持 衷心多謝大家 我們的善款數字 是超過16萬多 希望繼續可以在網上捐款 得到你們的支持 在am1430.com 網上捐款 將會繼續兩個星期 多謝大家 當風箏遇上風 可以是一首情歌 更加可以是一個屬於夏天的活動 加拿大風箏節,盛大開羅 過百隻風箏 一起鬥靚鬥搶鏡 在Brampton市舉辦的 加拿大風箏節 是一個為期兩日的 湖外風箏慶典 主辦方希望 打造一個令風箏愛好者 和市民 都可以一起享受 放風箏樂趣的慶典 大小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祝福家的年齡 會把家庭的族 會帶到人們 會帶到一種小朋友 這次有個十年 所以我們有10年 在風箏節,你可以自由放飛屬於自己的風箏 不要以為放風箏是一項屬於小朋友的活動 其實想風箏,飛得高、飛得穩,一點都不容易 首先你要選擇一個合適的天氣 涼爽,相對濕度較低,而且風向穩定的天氣才是最適合放風箏 根據現場的專家教導,最理想的風速是每小時8至24公里 這樣的風速既不會太弱,令到風箏無法起飛 亦不會太強迫,令到風箏難以控制 另外一個影響風箏穩定性的一素就是它的造型 造型越複雜,體積越大的風箏,往往就越難控制 所以在風箏節,單憑風箏的造型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個才是隱藏的防風箏大師 如果今次是你第一次防風箏 甚麼都沒有準備,其實都不要緊 你可以在活動現場親自製作一隻屬於自己的風箏 在風箏上簽個名,趁著天朗氣清,帶著它一起衝上雲霄 我們就知道了 色彩光影展,是多倫多最新的沉浸式投影展覽 最近更加成為了社交媒體熱話 五眼綠色的燈光效果,搭配電子音樂 為大家提供全新的感官體驗 Light Bright World of Wonder 色彩光影展 是多倫多最新的環回頭影沉浸式影展 展覽選址,在充滿文藝氣色的揚酒廠區裏面 為大家帶來一個充滿夢幻的光影性多重體驗 這個節目是關於那種光影 你知當你年輕時,你的想像是很猛烈 你會描述,你會跟你的Light Bright 你的世界會延伸 我們把那16x9的Light Bright World We've expanded их all around 360 degree cinematic journey 12 immersive games and so much fun and joy so that you can become a kid altogether We have three different worlds that you're gonna visit Think of it almost as a Netflix episode we have three different episodes Will you watch the Cinematic Worlds you'll visit Dino lands Future Worldsas like you were saying as well as you're gonna visit our underwater world Ocean World 每個世界各有不同的遊樂園 所以當你觀看你的節目 你會有四個遊戲 在每個真正的螢幕的世界 有超過一萬萬的屏幕和屏幕 在演出的節目 所以很多工作都進來了 我們有我們的藝術團隊 我們有我們的藝術團隊 甚至音樂 你會聽到音樂的音樂 是由職位置的藝術團隊 光影效果固自然震撼 不過我最喜歡的都是這裡的互動遊戲 遊客可以在這裡 試玩復古的光效玩具Light Bright 嘗試用燈光製作自己的Selfie 同場家拍 還有這個放大版的玩具 看起來更加震撼 我都玩得這麼盡興 相信小朋友一定更加喜歡 Cinthia 這個展覽一定是為家人 但也像我自己一樣 現在的展覽和傳統藝術展 已經有很大分別了 除了講求藝術價值 更加追求和大家的互動 Gary 你又喜不喜歡這類型的展覽 Cinthia 你說得很對 現在的展覽互動性真的強了很多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類型的展覽 因為可以和藝術作品有更多的交流 真是很有趣的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螢幕八爪魚再見 拜拜 小朋友 我會注意 2位 跳舞 大風